选股要看未来 2022年十大科技 正在快速的起飞 第四季旺季之下 哪些电子产业 早就已经颠覆想象 持续创新之外 需求大增 股价可齐 今天黄世民分析师 要带来未来行情 最具有长相的 五大发烧题材 选股要怎么选 这五大零涨类 你绝对不能够错过 请锁定今天的股市和炒店 股市和炒店标股在里面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施伟 今天星期一 我们邀请到了 在各个领域总是引领风骚的 黄世民分析师 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老师要跟你报告一个好消息 我们的指挥官陈时中 终于宣布解禁了 而且呢是即日起哦 也就是现在right now 如果你去看电影的话 老师你已经可以不用梅花做 也不用间隔做 所以你可以牵着你 亲爱的安娜达的小手 去看电影了 老师你有没去电影店了是不是 老师弄住了 我很少看电影 真的啊 对因为我比较喜欢 这个在家里看电视或者读书 老师书卷气息比较重啦 还有也可以去看KTV哦 但是要记得戴口罩就是了啦 但10月5号的时候才会开始 逐步的解禁 我很喜欢KTV 但是我歌唱的不好 老师太谦虚 好 老师呢最厉害的是什么呢 最厉害就是台股了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老师呢 今天带给大家主题 要来告诉大家 说到中国地下路呢 限电的冲击影响啊 今天速化股以及纸类股呢 反而出现大涨 另外台股呢 今天呢在尾盘拉了台积电 神机在线拉尾事工 今天的台股怎么解读 我们再请教黄世民分析师 还有科技股到底该怎么选呢 引领2022年的五大领涨类股 只有黄世民分析师来跟你分享 让你不仅有梦更有行情 好 来看到今天台股的部分了 台股呢今天呢在开盘之后呢 在盘中一度的大涨到了17335点 然后今天呢上涨的幅度是53点 涨幅呢是0.31% 就像我们刚刚在盘中呢 刚开头所讲的 今天呢大涨的都是纸类啊 今天呢光是纸类的涨幅呢 就已经上涨幅度超过8%了 再加上呢尾盘拉了台积电 拉了矽力KY 所以呢让整个尾盘 最后是上涨了53点 收在了17313点 成交量呢则是略微增加 来到了2906亿 贯买指数的部分 今天则是下跌的 大盘涨贵买是跌 跌幅呢是0.27% 成交量呢则是724亿 好 老师要请您来帮我们看一下 大盘的部分呢 看到大盘上面呢 有连续三根的红K 也就是呢这一次呢 连续连涨了三天之后 已经把中秋连续假期回来 下跌了那个350点的 那个空缺缺口 算了一下大约是39点 已经把它完全补足了 老师这是不是代表台股 接下来的走势 有渴望看好呢 你怎么解读 基本上这个是缓弹 它的目的就是要把现行做好 似乎有一只黑手在控这个盘 尤其是今天那个神龙白维 哇 真的太棒了 本来只有缓弹两天嘛 大家在想说盘中大家想 那缓弹两天可能就结束了 是 因为面临的上面的夜线的缓压在 17337 真的还很厉害 收到17313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大压就是在季线 是17371 1737这个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点 那很明显它企图要站上夜线嘛 这是它最主要的目标 目前来看是最主要的目标 明天应该还是有机会 那尾盘的神龙白尾 其目的就是说洗盘 然后再兼这个把现行做漂亮 因为这一波我们可以看到 16248这个是一个底部 然后左边有一个17135 另外这边也呈现了一个 所谓的头肩底的形态 非常的明显 这个头部啊这个是底部很明显 那在这边假如说能够完成 站上的夜线跟季线 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对大盘来讲 更甚至于突破17643的话 那这个行情就可以忽失移出了 所以这只黑手啊很用心的 很努力的在做这条线 所以才会出现神机白尾 台积电白尾 这个原因在这边 是的 好 老师那请教一下 因为呢今天台积电拉尾牌 还有拉的系列KY等等 大型的全脂股 那你觉得接下来这个线型 就会如您所说的 一个头肩底的形状 然后再直线往上攻吗 还是接下来您怎么看待呢 基本上这个线型是非常的清楚 那它会用什么 肋股轮涨个股表现 你看今天是轮到传肠股涨嘛 对不对 那传肠股基本上是刚好是 缩化肋股跟造质股 再涨 造质今天好强 涨了百分之八 那是因为碳中和的问题嘛 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这个 那内股轮涨 今天的电子股相对的削弱 但是因为电子股里面 还是有人强啊 像莲芒科就强了嘛 那尾盘拉台积电嘛 可见得说这个内股轮涨的格式 并没有改变 那今天最弱的可能就是被打下来的 那个所谓的航运股 航运股开始的时候很强 因为外资做买超嘛 后来转弱是因为外资卖超的关系 由红翻黑 对 所以把整个指数带下来嘛 但是还好有今年的 这个所谓的台积电尾盘的神龙百尾 把整个现形做的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这个做法很明显 是意图突破月线跟基线 OK 那老师我们看到贵买指数的部分 今天呢大盘涨 但好像并没有拉到贵买 因为贵买都是中小型的电子股 它虽然呢这个表现是下跌的 但老师相对来讲它其实已经占上了月线了 而且人家是上个礼拜五就占上月线了 那你怎么看贵买中小型股的部分呢 这会不会是跟中国大陆的能耗双控 也就是所谓的限电政策 是有一些关联性的 当然有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 贵买会比较弱的原因是 因为外资做卖超的动作 那因为这一次的这个现形啊 跟这个主盘的这个上市不一样 它没有跌那么深 所以它一下就上来了 就两支就已经越过了嘛 对我们可以看啊 然后越过的越线嘛 然后今天拉回站稳的越线嘛 那可见的是OTC是比较强一点点 那这样子OTC将来要挑战的是什么 季线 季线是大概在214.26 这个非常重要哦 最好是一气赫尘把它攻过去 那攻过去以后它就有带头的作用 然后指数只要能够站上219的话 那更漂亮 这个底部已经可以说是 可以呼之欲出 所以他们的形态不一样 但是在表现的精神 确实一样的 是往上要做攻坚的味道 非常的浓 那老师你觉得中国大陆的能耗 双控政策会影响到整个台股 不管是加权或贵买 大约会多久的时间呢 会不会是只有今天而已 还是接下来会到 他所说的限电到9月30号之前 都可能或多或少影响 目前来看他们有这道通知 大概10月7号以前 都有限电的这个问题 那其实中国大陆的这个 司马昭之心啊 人仲仲皆知啊 因为他们在明后呢 要举办一个这个所谓的奥运嘛 那北京的奥运嘛 他要把一定要碳中和的这个问题 减碳这个要实施出来 他的经济成长率是已经6%了 没有问题 因为去年的这个地域比较低嘛 那现在他是要赶快加紧的 把他减碳这件事情做好 所以他变成说高污染的这些 譬如说化工啦 广资还有部分的电子股 首当其中 那首当其中 尤其在沿海 他最主要是江苏 浙江 跟广东这三个地区嘛 他们又搞到上海 搞到上海就很多产业更惨 所以都基本上他这个 限电这个措施是 忽然之间的短期的利空 不见得是长期啊 那另外他有一个作用就是说 因为他限电以后 是不是造成能源价格的上涨 能源价格上涨 就等于把通货本档输出去了 他本来是通货本档输进来 美国是用减降息的方式 把通货本档输出去 那他们也要把用这个 用另外一招把这个通货本档也输出去 两个中美在打这个仗 那碳中和的问题 我想中国大陆这个目标很难达成 他一直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能耗双控 其实目的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好 所以呢我们呢 请大家锁定股市的桥店 随时会给大家呢 最新的这个解析来告诉大家 中国大陆的限电政策 对于台股整体的影响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 今天三大法人买卖超了 今天呢外资跟三大法人呢 合计是连续买超第三天咯 今天买超了35亿 外资呢买超了38亿 但值得留意的是投信是卖超的 接下来来看到外资呢 今天买的是群创 哇今天群创最终拉尾盘 大涨了6% 还有华夏国桥新光晶 以及国泰机 以及卫捕先知黄世民老师先讲了 今天呢为什么 货柜三雄是跌的呢 因为今天外资把长荣 还有没有在盘榜当中的 杨明跟万海全部都卖超了 老师所以我们要帮货柜三雄 加加油 明天要努力上涨啊对不对 他基本上还是一个盘整格局 大涨不会大跌也不可能 所以他盘得越久 将来还是有机会的 好 另外呢可以看得到 今天外资卖超的部分 还包含了今天大跌的这个星星 另外呢看到的是项链的 投信买卖超的部分 投信呢今天已经是连续好几天 买超了群创跟友达 以及亚聚开发金跟仁宝 另外卖超的则是中钢福茂 新复发群光跟金元电 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接下来看到老师要带来的主题 要来告诉你 在2022年开始 这五大领涨的类股 绝对会让你赚饱饱 而且不止有梦更有行情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近一段广告 请上网搜寻股市热炒店 按赞订阅分享客气小铃铛 哪些股票会涨哪些股票会跌 独家标股在哪里 股市热炒店告诉你 股市看的是未来 股市要的是梦想 所以呢当大家在投资的时候 选择的都是趋势最强的一些产业 今天黄世民分析师要带你来看到 今天的主题是 科技股到底要怎么选 这五大领涨肋骨绝对不能错过 让你有梦更有行情 有请黄世民分析师 来跟我们大家分享 来 有请老师 好的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 有梦最美希望相随 那科技就是它 科技是死于人性嘛 要快 然后容量要大 这个是未来所走的方向 大概就是不会改变 然后就是要美 这个追求真善美的美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2022年的十大科技的新机会 我们提出了这十大科技 包括mini LED 晶圆代工的三mini的这个革芯 这个奈米技术的革芯 包含用在平板电脑电视笔电 通通都可以用得到 然后5G的扩大 SA的网路切片 这个低延迟的应用比例 这个也是一个新的未来的 这个科技的发展 因为这个配合5G 那另外就是萤幕下的镜头 这个也是这个大家 这个外来的折叠设计 大家都在期待的是iPhone的手机 也会出现这样的装备 然后DDR5的这个产品 逐渐出来了 现在这个就是这5个 另外5个呢 我们可以再看到 低轨道的卫星 这个UE是什么样 就是因为特斯拉 那个提出来的这个低轨道嘛 让那个五手信息嘛 包括山西海上 沙漠都能够收到信息嘛 那再来就是自动驾驶的技术 哇这个好棒哦 如果我可以上车就睡觉 车子自己开多好 是不至于啦 就是说这种自动驾驶的技术 是随着电动车引进进来的嘛 那自动驾驶的话 它的触节要很敏感 所以它的镜头等等 都要非常的敏感 还有交通的环境也要敏感 不然忽然之间喘进来 你怎么办 所以现在已经自动驾驶 包括你们常常看到 在这个所谓的辫子里面 就有自动停车 有没有 跟车的系统 这些已经开始在 走向自动驾驶技术的这个味道 跟车系统这个在开高速公路 对跟车系统 那它就前面走多少 它就走多少 然后第三代半导艇 因为第三代半导艇啊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新兴的 新科技的 新技术的 新技术的 所以它这个带来的这个畅望 也有必要 然后就是这个强化悉尼整合的物联网 物联网这一块大家已经讲很久了 然后再来是AR VR的神经式的体验 那你带到那个 哇 这个有种亲力其境的那种感觉嘛 所以这些都是未来2022年的十大科技的新机会 那因为已经快要的第四季 股票是表现未来 而不是表现过去 所以你有没有感觉说 有些股票过去真的一级很好啊 像面板 哇 跌得很惨 对不对 像这个鲁胶手套也是跌很惨 可以说像这个长龙货印这些货柜 也是跌很惨 这些产业都很赚钱啊 但为什么会跌很惨 表示他们涨多的一个拉回 那新的科技它就有梦 有梦它不见得说 哎 股价它没有赚钱喔 今年可能都没有赚钱 它已经先行了 已经有人在规划这个行情了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这个台阳大涨 对 低轨道卫星 低轨道卫星 它根本就涨到每天都洗盘再拉 洗盘再拉 涨到不能再涨 但是它又没有赚钱 没有赚钱 我都说台阳的涨势是往天国的阶梯 因为这一根一根大红可以往上涨 它是每天行进先洗盘 那台阳它是专门做这个低空卫星的 对 低轨道卫星 它其实台阳它最出名的是在 那个科威特战争的时候 那个灰弹的引导头 那个就是它伸展的 哦 导弹头吗 就导弹头 所以台阳它很早就有这个技术了 好 所以我们一想到低空轨道 就会想到台阳 所以等于说这十大科技产业当中 我们现在要买的是未来 是希望 是梦想 所以老师就把这其中找出了五大 立即马上即将发烧的题材 不要让大家等太久 因为你十种很多都是从 像雾年网啊 那这个东西都要靠5G嘛 5G速度快嘛 你看5G的速度快 然后它的download也快 所以这个就是时间上省很多 那用这种就是这个花燒起来 就是跟这个搭配 让这个整个追求一个科技的新时代 一个真善美的新时代 好 所以从这十大产业当中 老师挑出了五大发烧的题材 也是刚刚跟大家介绍过的 包含Micro Mini LED的显示器 可以用在笔电电脑跟手机上面 还有呢像是晶圆弹弓 三奈米的革芯 以及低轨道卫星 这绝对是未来的趋势 搭配自动车的题材 跟自动驾驶技术 这也跟自动车相关的 以及第三代的半导体 这些都是未来即将很快 就要发生的趋势 那老师你要帮大家选出五灯奖咯 我们来看到下一页 一泉 新唐 帆轩 汉磊 深茂 这五档是老师看好 即将领涨的个股 我们要一档一档 来跟大家来做说明 首先先来看到第一档呢 是一泉 有请老师 是的 我们看到 这些股票有什么特色 它已经领先大盘突破 新高 然后预图再创新高 这个已经很清 就表示它是领长股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MACO 跟mini LED的显示器 它是叫做导线价的一浅 2486的一浅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八月份 它已经开始有业绩也上来了 那今年的业绩也达到成长52.8% 那整个市场的热络 跟颜料价格的左洋 这个导线价整个用途 包括了消费电子 工业公控 网络 网通的 还有半导体元件 智慧家电 测用产品 这里想得到的都需要导线价 差不多都可以就导线价 那LED这一块就是mini LED 这个比较红一点 尤其是mini LED的导线价 这个技术性比较高 所以整个mini LED的导线价 它比较有利润 所以看好下半年又以上半年 那么预期是两块钱 但是你要知道 它假如说有未来的话 这就可以比较本益比 享受比较高的本益比 比如说像我们很简单嘛 来自电为什么可以600块 享受30倍的本益比 因为它有技术 有未来 所以可以享受比较高的本益比 老师那是不是人家俗称的什么 本盟比是这个意思吗 本盟比可能会到时候会希望破碎 那本益比的话是比较合理的 就是说我们在市场上给它一个 合理的一个本益比 因为比如说很多穿上股就是10倍 大家给它就是10倍 但印象中就是这样子 但是有一些科技型的这个就没有 所谓本益比太高的问题 而是它是不是切切实实的 带动了一个新的潮流 这个比较重要 好 所以呢跟mini LED 还有micro LED呢 密切相关的就是一群了 在各个产业上面都可以用得到 老师那股价已经创高啦 其实今天它应该现在领先大盘了吧 对 领先大盘 大盘你看它大盘的话 还没有创新高嘛 对 连那个17643都没有过嘛 但是一群已经在 它早早就突破了55块了嘛 55块已经突破现在是60多块 那回还是可以找买点 那回还是可以找买点 这是一群的部分 下一档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帆宣 帆宣基本上我们把它定位于 像台积电的上游之类的 像加登那一类就是 它专门做EUV的这个系统 它是iceboard的一个代工厂 是世界大厂 是世界大厂 所以在这个金银代工的三维米的 这个革新情况下 8月也创造了一个新的业绩嘛 今年业绩有三成的这个成长 那这只要是随着整个 Intel整个对这个ASML的 这个SEUV的这个机台的需求 仔细的增加 那还先就是专门在同步的 受到这个受费了 那它已经有订单 外交的订单有大概379.95亿 好夸张喔 这个就是说今年跟明年都是OK的 都是OK的 所以订单在手 今年明年 订单在手 而且它是这个是一个高技术水准 而且它是确实有获利 那加登是还没有获利喔 加登这一次也是跌到208块上来 因为它现金真是210块嘛 现在也空到250 那这一档股票相对跟它比起来 确实是比较便宜 而且它有一个特色 这两天出量 它供期一定要有量 你看它联系在礼拜 它昨天就已经出 上个礼拜五就已经出量了 它不要急把它搭回的时候 你把它买 大概一三二一定会突破啦 就它筹码的这个归宿来讲 蛮干净的 你看它再拉回的过程都没有破底嘛 没有没有 对 所以表示这个相当的 不错的一档股票 好 这是晶圆代工3nm革新当中呢 非常重要的模组代工厂帆薛 接下来来看到下一档是申帽 哇 这是SpaceX的席高供应商 这也是跟世界大厂有密切相关 对 我们当然你讲到低空卫星 就是讲到台阳 台阳 那这一档它价格比较便宜 对 价格便宜 它才50几块 那个台阳已经80块了 它现在要面临在前波的高点63块 对 那像它这种也是领先市场已经涨了嘛 它没有破底嘛 表示这个相当不错 那基本上它是多角化的经营 低空SpaceX只是它其中之一 尤其习的这个价位现在都在上涨嘛 对 那你看它8月的营收创历史新高 1至8月也成长差不多60%的成长 好高哦 对 60耶 所以它现在就是把它产品的结构 低空卫星的这个出货量要把它拉伸 然后再拿下这个电源供应器的订单 那么渴望这个下半年会比上半年好 而且它已经前年的获利创下历史的新高 所以明年业绩也是乐观的 你看到今天的拉回 有时候好的股票拉回往往是一个买点 你看它每一次的长黑隔天就涨上去 长黑隔天就涨上去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种就是左多头 左多头的股票我们就拉回来找买点 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所谓的金线 像五日线 月线 季线全部向上 而且是多头排类 多头而且是均线都往上扬 对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标的 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说 有拉回去找买点 好 所以不要再说低轨道卫星只有台阳了 人家身貌也是正牌的 而且它是有获利的 有获利 而且获利成长1到8月 已经年增60%了 很夸张 下一档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新唐 老师就跟MCU最具代表性的一档票了 新唐应该说MCU代表它最主要 将来这个自动驾驶方面需要量很大 车用方面很大 我们可以看到它8月营收 哇 真的年增186.58% 是 整个今年年度是年增269.37% 大成长 你看它的前波段涨很多 涨到175现在拉回 拉回整理 那么NCU的市场还是很强劲 前波段的会下跌是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台积电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涨价20%的关系 所以影响到它的毛利嘛 那它在特别在车用跟工业用的 用途很大 它跟着这个电动车的渗透力的提升 水涨成高 对不对 估计这个第三季第四季 最主要在明年 它假如说自动系统 自动驾车系统 它也要用到它 因为自动驾驶的时候 很多要用到MCU 所以基本上 新唐就逮到这个机会 所以它你看这两天特别的强 原因就在这边 它也修正过一段以后再转强 你看它几乎要攻上了所谓的季线 现在已经站上了月线 攻破了季线 现在要直逼月线了 老师有没有机会突破 粉红色面一条月线 这个现行来看 一定是会突破季线的 会突破 那突破以后你也不用太追高 有拉维你来买 大概都有机会赚到钱 OK 所以老师还是看好新唐的 对不对 很多人很关心新唐 对很多人 刚刚因为前波段套牢的关系 对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呢 最后一档呢 是跟大家聊到第三代半导体 讲到它呢就是汉磊 绝对是代表 老师 其实第三代的汉磊的3707 从7年340块一路的涨上来 几乎都是大涨小回 大涨小回 对 这一次也是从80几块 80块附近涨上来的 而且今天盘中又创历史新高 而且盘中还创历史新高 他没有什么赚钱 7年是赔钱 7年是赔钱 那今天大概打赔没问题了 但是今天有一个有亮人 然后收一个长的长角的一个 一个长上影线 对 这个就是表示这短线的这个追逐 但是基本上华人还是看好它 因为汉磊做的这个东西 SIC跟GAN啊 这个供应商可以说是独占 很少人会做 所以他占有了第三代半导体里面的 一个领先地位 那你看八月份他也成长了46%嘛 前年24%这个都OK 其实他赚没有别人赚得多耶 但是他的梦想比别人还多对不对 他是一个IND的 IDM的大厂委外嘛 加上MOSPI跟这个二级体的半导体的 这个代工的订单非常的强劲 那他今天盘中创新高了 投资朋友应该要怎么观察 创新高有量 但是表示短线人去追逐嘛 那拉回来买嘛 拉回来买就是说 因为他直接要扣充SIC跟 GN这个产人 这个是第三代半导体里面最夯的 OK 所以估计未来整个结构性的需求增加 营收会上涨 行情已经走在前面了 这档股票是 近一年来 比较很特殊的一档股票 没有赚钱会大涨 好 非常标准的有梦最美的股票 好 最后来帮大家统整看一下 这五大林涨类呢分别是 一泉 新唐 阪宣 汉磊以及深茂 老师帮我们做一个小总结好吗 给我们投资朋友一点的建议 跟顾问信心 基本上这些都是比较看长的 那看长有时候要做短 你也不要去做追高 等到拉回再买都可以不急 你不用说急得赶快去追啊 这个倒没有必要 因为这个是看到2022年嘛 既然看到2022年的话 我们就是稳扎稳打 依照一有他拉回的时候 来买是最好 不要太过分的追涨 有梦最美稳扎稳打 希望想谁 希望跟着黄世民老师一起来 好好的投资观察这些股票咯 我们也非常谢谢黄老师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看到网友提问的部分 首先看到的第一题呢 先看到的是群创跟友达 这几天的投信是连续买进了 是第四季投信们看好的面板股 那面板呢到底现在 它上涨是反弹还是回升呢 老师 赶快帮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对一个股票的上涨跟回升啊 重点还是在季线 那季线它还是向下 它站稳的夜线 它既然是没有站上季线的话 它站上夜线很强 表示有法人 因为这一档股票真是很可行 这党群创投信已经买五天了耶 然后外资买两天 你要知道它是从三十几块下来的 这从三十几块一路的沿路的 大概买的人都非常的失望 那往往大家最失望的时候 就是希望的来临 股价调整到一定程度 它就价值就浮现 虽然它 这种股票往往在利公平团的时候 是一个买点 利多一直出来是一个卖点 它到的座 这叫做警惕形容股 了解 那今天它拉一个长虹 表示怎么样 有法人的介入 但是你也不要想说 它从此叫辉煌等打 那打不必 你就我们按图首计嘛 首先看季线 季线在18块6毛2 它是不是突破 突破也要卖一趟 下来要接再接 因为它的季线还是向下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反弹 还不是回升 是反弹 那老师下一档友达 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形吗 对 它也是一样 但是它离季线比较远一点 大概在20块附近嘛 那代表它上涨的空间比较多嘛 对 也应该这样讲 但是友达它你看 它已经联系涨了好几天了嘛 而且投信也连续买四天了 是 那它将来是一定 它先跑不动 对不对 然后这个情状再跑不动嘛 这个很清楚的道理 所以这两档 我认为是反弹不是回升 好 接下来看到第二题的部分 是润泰新 润泰新暴跌可以减便宜吗 老师润泰新跟建设有关系的 但他前几天自除全息 一个好大的跳空缺口还没补到 其实润泰新说它是建设 我倒认为说 你把它换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它因为握有蓝山人寿 对 它的业外收入好棒哦 对 它的业外收入到今年 我看它今年至少赚个7块钱 到10块钱都没问题 但是合理的说 怎么会这个除息以后不灵光 对啊 那缺口补不起来怎么回事 不是 这个表示怎么样 在除息前前 它拉抬得太过分了 包括一个月内从你看九月份 它一个月内涨了50几% 是不是你把它仔细看一下 从65块涨到85块7毛 然后在高档参加除息除钱 那有因为这一次它配息配了很多 大概4块钱我记得 配股的话 那表示它配股很多的话 有大家除钱以后会做什么动作 会换空 换空这个 然后等到领到股票的时候拿起脚 所以它的买盘会不济 买盘不济的话 所以这几天再暴跌 原因在 会暴跌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除钱洗钱 拉抬得太过分 造成这一次的回档 那我们可以从线图来看 它是起档这里是51块5毛 那你到那边再来找买点 应该是来得及的 好的 那接下来到最后一题呢 是长荣跟杨明 从周线的废市系数来看呢 下星期就会进入关键13周了 还有呢 KD也是低档黄金交叉 老师机会来了吗 看一下长荣 我们先看一下长荣的日线图的部分 基本上长荣的日线图 它是在走一个横盘 从这个打下来以后 7月28号建到最低点116.5 之后全部都在走横盘 但看到周线图就不一样了 周线图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 它17块5毛涨到233块 那涨的真的是十几倍 一杯冲天 然后它回档修正 那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基本上 它半年这个26周线 这半年线的地方 就已经有支撑了 对不对 表示它123块以下都是一个买点 那但是它上面在下弯 它上面下弯的时候是 第13周 第13周的这个周线 是刚好是季线嘛 是142块到145块 但是日线是比较高一点点 那它一定要突破季线以后 才会走多头嘛 那基本上它的架构 还是中长都没有问题 因为你看它的这个 我们看它的连线 看它的半年线都还在走多头嘛 所以它打到半年线的时候 它这里是一个很强大的支撑 也就是说整个从17块5毛 到233块的修正坡 已经几乎完成了 那既然有修正坡 我们在想说 这个17块5毛到233块 到底是不是主生段 然后假如说是主生段的话 未来还有一个陌生段 也就是说长龙未来 应该有一个陌生段可以期待的 那根据我们惠波兰系数 刚好这个礼拜是第13周 是一个变盘周 但是也可能13周不够啊 对不对 它还要再加个 再加一个8周变21周 也有可能啊 不是不可能 因为到底它长太多了 你看它前 你看它长12345678 它也是长8周 休息三周以后又长8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但是至少有一点就是说 它现在是不会再大跌了 OK 这点是 这可以确立的 好 那老师杨明呢 杨明你怎么看 我们直接看到杨明的周K线的部分 杨明周K线也是跟长龙一样的道理 完全几乎是奴出一策 但是杨明基本上我们看到 杨明这一次的现金人数是182块 这个对社会来讲实在是不好看的 一个效果啊 你看这些人其实任182块的人 被这个元大坑杀 一下就把他打下来 打到将近100块 哇 这是很惨的事情 全部套牢 全部套牢 那将来我认为说还是有机会 不是没有机会 只要他筹码得到归宿以后 不排除有一个报复性反弹 但是是在13周就展开 还是怎么样 还要看筹码的归宿 现在讨厌的就是说外资 互买互卖 对啊今天又全部都卖了 他买了三天今天全部给你倒出来 尤其是像长龙就有这种现象 表示筹码没有得到归宿嘛 那至于说投信是比较好一点 最近有在吸这个筹码 那要等到这个 包括这个公司派的大户啊 或者是其他的人看到他的未来 确实是厌警很好 塞港这个缺贵 这个是没有办法解决 到明年夏天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 所以说他不排除有展开 陌生段的一波报复性反弹 但要请大家观察重码面咯 对对对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非常谢谢黄世民老师 带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的话呢 非常欢迎大家呢 在加入萤幕上面黄世民老师 老师还有更多的标股讯息 以及更多呢产业分析 都在他每天的节目当中 还有他的LINE当中 请大家呢可以锁定 赶快加入他的LINE跟TeraGrid 那同时呢 如果你喜欢股市二炒店的话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九点半 我们都会在YouTube直播 请大家呢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 我们也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全国投资朋友观赏 赚到钱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